加拿大的医疗体系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最近温哥华拉响了黄色警报 你这黄色警报是不会随便拉的 因为它意味着就是灾难和大型的伤亡马上就出现了 我家附近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就在前两天死在了医院里 说到底就是一个流感 其实他们连流感都处理不好的话 其实真的就是加拿大的医疗体系实在是太垃圾了 大家好 我讨厌 这次流感是针对小孩的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儿童医院又挤爆了 在去年逛逛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家附近那个最大的BC省的医院 有个70岁的白人老太太 就是因为罐罐进来了之后 一直在急诊室等 等了八个小时 最后直接人等挂了 加拿大本来就没有几个人 急诊室里也没有几个人 就是一直让他等 最后发现一摸 就真的人就不在了 还有一个真人真事 我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 他打篮球的时候 不小心把腿轨摔断了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正常的医院去挂骨科嘛 结果那个骨科一挂挂两个月 温哥华没有什么私立医院 只有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就让你等两个月 OK他就活活等两个月 他的那个断骨 长在一起了之后 他在治疗的时候 就重新打断 重新再接过 他这样子来来回回 折腾了他半年 还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 就是说上次我女儿不是肠胃炎吗 就是让我很生气的那一次 我女儿肠胃炎上吐下泄 结果等了我八个小时在急诊室 最后等了一个年轻的护士 给我一根冰棒 就说哎呀小孩什么发烧肠胃炎 吃冰棒会好的快点 我当时就火了 就是那一次我很生气 一直在等的时候 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 就前面有个男孩 他可能就不小心把头摔破了 头就血流不止 我在那等了六个小时 就看他一直血流不止 一直流一直流 留了六个小时之后 学自己止住了 我真的不是盲目鼓吹 泰国的医疗有多好啊 但是我女儿今天就是正好发烧了 我今天就带她去 巴提亚的曼谷医院去治疗 整个路程呢 我司机开车是十分钟 去到了门口就有一个就是护工 因为我抱着孩子嘛 他就帮我接过孩子 然后放到了那个轮椅上面 其实我也是来巴提亚之后 做了人生第一次轮椅 因为原来我们就生病了 再怎么就是难受 都自己扛着拖着身体去那个看病嘛 但是这里的话 它是不会让你有一点点难受 如果你不舒服 就给你上轮椅 然后今天我女儿就是被他们推着 就去了儿科那里 全程就等了五分钟 就有一个护士过来 帮我们去检测心率 然后发烧了嘛 就是看他的体温 就问我们有没有得新冠有的没的 检查完了之后 一看他的温度是39度5啊 很高烧烧了一晚上 一直止不下来嘛 这个护士都不用通知医生的情况下 立马就拿来了那个 就是儿童用的退烧药 直接就给他喝下去了 然后再等医生 又等了十分钟 医生来了之后 看了一下我们到底什么问题 然后就建议我们去打针或者吃药嘛 我女儿就非常的抗拒 啊不要不要 我就是不要打针 特别害怕 是因为女医生嘛 然后她就说 她就很好说没关系 如果小孩特别抗拒 特别怕针的话 那我们今天先吃药 先吃抗生素一到两天 如果一直高烧不退的话 第二天 再立马来打针 然后我就跟我女儿沟通嘛 我是觉得非常的暖心的一点 就是还蛮人性化的 不是说就是 她必须让你打针 或者是 不给你打针 像加拿大就是 绝对没有针可以给你打 不可能给你打针的 没有针 国内的话 我们以前啊 我是说以前 我现在的话 我知道改良了很多 以前的话 动不动就上针 动不动给你打一针 我小时候动不动打掉针 动不动打屁股针 对不对 但是这里的话 相对来说 折中的东西合并了一些 今天呢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物理的降温嘛 就是比较西化的 就是全身用 要护工全身擦冷水澡 然后吃药嘛 纯中式的可能就是要你污汗呢 然后就打退烧针 所以它这边就刚好平衡了 然后整个治疗的环境啊 包括整个的过程 当然你很舒服 而且它是一个私立医院嘛 相对来说 环境会好很多 当然泰国人不是在这个医院 那整个流程下来的 一共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就是没有怎么等 然后小孩子嘛 一直在就是治疗啊 就是在很舒服的情况下 治疗的过程两个小时 然后整个费用是2700多泰铢 500人民币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效率 在加拿大就相当于是100加币的一个费用 谁给不出来呢 其实我就是不明白 明明加拿大就是这么好的福利 这么好的条件 明明就可以请更多的医疗人员 去把八个小时的等待时间 变成快快的去解决问题 明明两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一个病人 明明就只有五个病人等在那里 就人家活活等八个小时 不明白为什么明明就可以快快解决问题 一直在那拖时间 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他们体制腐败的一个地方 所以也许这就是那么多欧美人选择 在泰国产业定居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吧 谢谢大家